继反腐蓝皮书被批评为不具备真实性和权威性之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公布公共服务蓝皮书2012 这次的报告提出中国民众有四成深夜不敢外出 但是市民安全敢排名西藏拉萨位居首位 观众朋友你相信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调查并公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2012披露 中国38个城市的市民有39.91%的人表示深夜不敢外出 38.69%的人表示如果长时间离家会担心家里财产安全 导致安全感不足的原因有哪些呢 蓝皮书的调查认为社会深度变革和结构转型导致不确定性增加 风险增多利益分配深度调整引发两极分化 分配不公利益冲突和社会心理失衡 部分收入较低的人群基于对分配不公的敌意 自意释放这种敌意引发治安事件增多 不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 中国治安不好的地方多数是因为老百姓的工作无拙 生存困难等深层原因造成的 确实社会治安非常的不好 表面的原因抢劫偷盗偷窃这种现象非常的多 深层的原因实际上是社会的贫富不公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社会不公平的问题越来越多 同时官场的腐败亦严重 上海阳性市民认为 部分外来人口造成的治安问题也不能排除 但是政府的管理经费是否运用妥善也值得探讨 还有就是社会的这个管制问题啊 政府花的钱你花在什么地方 不是在加强老百姓的这种安全感方面 你可能投入的更多的是其他方面 譬如说健康一些那个民主人士啊 你不是把钱用在老百姓希望你用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南京陈女士也向新唐人谈了她的亲身感受 蓝皮书披露 市民安全感排名前十名的城市是 拉萨 上海 厦门 宁波 杭州 南京 长春 重庆 天津和大连 北京排在第十七名 刘开明还表示 那么高的维稳经费和公安的力量 实际上只解决维稳和防堵的问题 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或老百姓向上发展的空间问题 以及社会不公平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那么再多的维稳费都没办法来消除社会的不公 来弥补缩小平坡的差距 来疏通社会底层民众上升的通道 那这样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治安事件 抢劫事件就会发生 那么老百姓的安全问题就不能得到改善 对于西藏的拉萨 作为2012年中国市民安全感城市排名第一 也有人提出怀疑 由于中共政府长期对藏区实施高压政策 不但向藏区派驻大量军警 还对当地进行军事管制 对于西藏区里面的进行军事件 还 Casper的动革 刚才变得起了